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有何看点?将对美中贸易战有何影响?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0日,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本星期终于落幕。这次耗资巨大的选举激发美国人空前的政治热情,结果是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多数,而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这次中期选举,希望选举结果削弱川普地位,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 这次中期选举结果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今天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毕周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丽先生。 程晓农说,美国中期选举的最大看点是,民主党齐心夺席为共和党反川普派失利,前者表示民主党有危机感,内部从温和派到极左派都协同动员, 而后者显示,部分共和党温和派试图用靠近民主党的立场来吸引中间派选民,结果反而失去了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而落马。 表面上来看,这次选举,民主党夺取了众议院,符合传统的两党制衡规律, 但这次选举,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一些大城市郊区,选民出现了双重标准,即投票支持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却不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 这种现象,用权力制衡来解释,讲不通,这实际上反映出共和党选民对温和派共和党众议员的不满。 未来的两党竞争,将减共和党内的温和派紫色成分,同时凸显,民主党内的极左成分,光谱简化,价值观对立,将日益明显,反映在对各项政策的认同上。 程晓农认为,川普被弹劾的可能性非常小。 第一,虽然众议院以简单多数可通过弹劾条款,但能否挖出川普叛国的罪名,来行使弹劾权本身就是极大的疑问。 第二,即便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其实只相当于川普遭到起诉,并非定罪,扮演检察官角色的,是来自众议院的一组议员。 而参议院则充当陪审团,至少要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认为总统有罪,总统才会被解职。 民主党在这两个步骤上,可能都无法达成目的。 程晓农表示,中国当局希望,中期选举削弱川普势力,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这本来就是误判。 事实上,众议院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决策作用,本来就有限,而民主党内,赞成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声音,也不小。 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党往往会刻意强调,他对专制和人权的关注,而这样的立场,使得他与中共没法勾肩搭配。 所以,美国政府的对华立场,今后不会发生重大转折。 程晓农说,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两个话题,贸易逆差,和知识产权,实际上,造成双方谈不拢的是后者。 美国一直在等,中国政府的让步清单,其实不是单纯的数字多少,而是希望中国政府,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认错和主动纠正。 只要中国在这方面,显示出真正的诚意,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贸易问题谈判,就迎刃而解了。 但偏偏在这个核心争议上,中国有个两不铁律,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不认错,对美态度上,不认怂,中方的立场,被自我锁定了,这样做的原因来自,中共的政权和法性诉求。 所以,双方谈不拢,是必然的。 魏毕州表示,确实这次的两党对垒,是漫长而激烈的。 众所周知,这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次期中考,从大家给他的打分看,结果应该是不输不赢。 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讲,一般中期选举,基本上都是执政党会输掉,这大概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条铁律,偶尔几次,会有不同的结果。 最关键的,还要看执政党,输了多少。 共和党这次输掉了众议院,是符合这条历史铁律的。 而且,共和党输掉的席位,大大少于前任奥巴马总统的同期。 更重要的是,执政党在参院选举中,反而增加了席次,可能要从原来的51席,增加到53席,或者是54。 这个结果,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参议员是全州的大选区选举。 共和党现在获得这样的结果,相当于是,对总统本身,或总统执政党政策的认可。 可以说共和党,通过了一次大考验。 此外,共和党在众院丢掉席位,成为扫述党,对于执政者来说,反而是利好消息,因为一旦有政策没办法通过,可以归咎于党派纷争。 相反,如果共和党继续保持优势,当多数党的话,以后如果政策有问题,就缺少了回旋的余地。 至于美国众院变天,是否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魏必周说,很简单一句话,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政策,是两党一致的,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整个基本盘,没有改变。 而且,甚至因为民主党在众院,变成多数党,川普原来的对华强硬政策,还可能更加畅行无阻,因为川普明确表态,要保障工人的工作机会,以及调高工人的福利。 这些更民主党的诉求,是完全吻合的。 川普退出北美贸易自由协定,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谈判,这些都立于美国工人的福祉。 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中国日报和中资机构在川普的票仓打广告,希望影响这些区域的共和党票数,但是显然没有成功。 根据统计最后结果,几乎所有在农业州的共和党议员都获得成功,那些反对或者不赞成川普总统经贸政策的人,反而都落选了。 所以,红州的选民,基本上并没有因为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而背离川普。 他们明白,贸易战是长久的,现在一时的损失,对他们来讲,可能会是长期的收获。 卫弊州说,关于弹劾川普,这件事情,因为弹劾必须要两党一致,两院一致。 现在参院在共和党手中,所以根本过不了这一关。 佩洛西,如果能够当上众院议长的话,我们看到,她在弹劾问题上的讲话,是非常保守的,不愿意给出任何承诺。 如果民主党坚持走向这条路,会激起川普整个基本盘的反感,而且不会有结果。 回顾当年,在有明显证据指控,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下,弹劾都没有成功,现在对川普使用同样的招数,成功的可能性的确微小。 但国会可能调查川普其他问题,包括茶税、家人和内阁官员的利益、输送等,会制造出很多杂音。 最后,过去两年,因为共和党一党独大,我们很少听到,对川普外交政策的质询声音。 现在民主党夺得众议院,就能够改变两年来,重口一词的格局,将使得政策的透明性更强,民众因此会更加了解具体情况。 过去两年来,行政当局一手遮天的格局,将得到破除。 杨建立指出,观察这次美国中期选举,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就是,没发生意外,两党打成平手,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媒体和民意调查机构,大都预测错误,这次则是预测正确。 之所以说,打成平手,是因为执政党,在第一届的中期选举中,都会失去一些国会的席位,因此众院变天,不足为奇。 其实,2016年的选举中,两党也是打成了平手,只不过因为选举人制度,使得总统选举的赢家,显得比较突出。 如果仔细研究投票的整个结构和票数的话,当时的两党,也基本上是打成平手。 换句话说,这次的中期选举,也延续了2016年的政治版图,和整个选民的政治形态。 不过,由于众议院多数党席位,发生了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在未来几年,还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 杨建立说,大家基本上有个共识,认为这次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有根本的影响。 但是,我们要关注它,在细节上的一些重点,其发展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对华政策。 第一,民主党方面,注重的是,贸易的公平性,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就业,而就业,是民主党的主要议题。 第二,民主党在历史上,是比较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就是因为它,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保护自己劳工的就业机会。 在这两条上,川普的对华政策上,都是非常契合的。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国家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传统,是共和党关注更多,而且做得更好。 而这个问题,在优先次序上,对民主党来讲,不像共和党看得那么重要,所以两党态度,会存在一些差别。 另外,由于川普涉及到通俄门事件,现在的民主党很愿意,美国的对俄政策趋于强硬,以便推动对川普的调查。 这是受党派政治利益所趋的。 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以后,我觉得会推动对俄政策的强硬。 此外,在叙利亚政策和伊朗政策上,两党之间也是存在偏差的。 川普在伊朗和协议问题上,就选择了退群,对此,民主党非常恼火。 那么,在这方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会起到一些牵制川普的作用,也会牵扯他很多精力。 会间接影响到他的对华政策。 杨建立说,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在观望。 他们期待,美国中期选举对政治版图的改变,将会给美中贸易战,提供转机。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本应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迟迟没有靴子落地的原因,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风声,预示什么时候召开。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明白,美国态度非常强硬,而他们自己早期,有很多很大的误判,包括对川普、对美国、对选民。 面对这许许多多误判,中共必须采取新的策略,等待中期选举结果,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还看到,美中贸易战大背景下,王岐山有逐渐走向前台的趋势,未来的他在中美关系贸易战等问题上的决策力和影响力将会增加。 现在,很多美国财团,也已经开始在捧他,为他造势了。这些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此外,我认为,中共领导人的发言,不是随随便便的。 一个是,习近平在进博会上的发言,一个是李克强的发言,似乎调子都不一样。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正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心态是很希望和解。 美国则是,需要中国做出真正的让步,才会收兵。 中国政府很希望和美国和解,但是美国的强硬,也让他们知道,要和解,必须拿出真正的让步。 而这个真正的让步,中国政府能不能做出,恐怕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谢谢收听。 从加拿大返向,越境偷渡进入美国,明显增加。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0日,加拿大国际广播中文网报道。 虽然非法越境者,从加拿大与美国的边境,偷渡进入美国,不像从美国南部墨西哥边境,偷渡进入美国那样,成为美国媒体重点报道的对象。 但美国边境管理当局开始担心,北部边境明显增加的偷渡问题。 反向越境。 一年来,美国边境保护当局截获的,从加拿大东南部偷渡美国的非法越境者数量,猛增了60%, 这些偷渡者,或者是穿过土路,或者是穿过森林,或者是游泳穿越河流,偷渡进入美国。 在过去几个月中,有3万2千名外国人,从美国偷渡进入加拿大申请难民。 美国边境保护局的官员们认为,首批偷渡进入加拿大申请难民的人,开始进入难民审批程序。 他们中,那些难民申请被拒绝的人,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命运。 这些人中的不少人,会选择用偷渡的方式进入美国。 美国边境保护局,缅英州霍尔顿边境巡逻处负责人,丹尼斯·哈蒙说, 他们负责的是,美国缅英州与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的边境巡逻,既有陆路边境,也有水陆边境。 近来,他们已经见到,从加拿大越境偷渡进入美国的人,明显增加的情况。 丹尼斯·哈蒙指出,2017年,在他们负责巡逻的,人烟稀少的美加边境地区, 有33名来自加拿大的非法越境者被截获,今年头三个季度,已经有54名从加拿大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被截获。 而且,得到的情报显示,会有更多的被加拿大拒绝难民申请的外国人,会用非法越境的方式进入美国。 美方严阵以待。 丹尼斯·哈蒙说,美国政府已经给他的部门,增派了人手,增加了装备,并提供监控边境偷渡者的新仪器。 美国边境巡警的任务是,在非法偷渡者,进入美国边境前,劫住他们,迫使他们掉头返回,不让他们有机会进入美国,提出难民申请。 美国边境保护当局强调,解决来自加拿大一侧的非法偷渡者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美国边境巡逻队伍,及早发现偷渡者,一方面,也需要加拿大警方的合作。 加拿大警方虽然不能,仅仅因为有人出现在边境附近,就将其拘捕,但可以上前询问,其出现在边境地区的原因和目的,或者对其在边境地区的行为,进行监视。 加拿大和美国,都有法规要求,进入自己一方边境地区的人,陈述其入境的理由,如果其理由,与其持有的签证不相符,则边境控制当局,有权吊销其签证,或者将其遣送出境。 墨西哥人去美国的捷径。 丹尼斯·哈蒙指出,除了难民申请被拒绝的外国人,可能会偷渡进入美国外,加拿大对一些国家,实行比美国宽松的入境政策,也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公民,进入加拿大后,偷渡美国的情况。 比如,加拿大准许墨西哥公民,不需要正式签证,就可以进入加拿大,进入加拿大后,再偷渡美国,就相对容易了。 购买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廉价单程机票,只需400美元,而从墨西哥与美国南部的边境,偷渡进入美国,要付给舌头2000美元的费用。 一旦从加拿大越境,进入美国免英州边境,上了95号国道后,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波士顿,从波士顿再到纽约,就很容易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谢谢收听。 美国华裔社群被大量微信虚假信息误导。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0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数字信息媒体研究机构,前不久发表的一则调查报告说,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面虚假信息泛滥。 而假信息队,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第一代移民,产生的误导作用,尤其严重。 有评论人士指出,实际上,一部分微信用户,本身既是假信息的消费者,也是假新闻的制造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新闻评估》杂志,前不久刊载,塔尔数字新闻中心研究人员,张驰,的一则调查报告,探讨微信上,虚假信息的传播,误导美国华裔移民的问题。 报告指出,由于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关注的一些议题和事件,报道缺乏,有关的不实消息,很容易在微信中,广泛传播,使微信成为,不实信息发酵和传播的温床。 例如,有关一名来自黎巴嫩的人,在洛杉矶,撞死一位跑步的华裔男子的消息,在微信上,被说成是,这位黎巴嫩男子,因为签证快要过期,为了利用美国庇护法中的漏洞,而故意驾车撞人,因为这样,他将可以继续待在美国。 这则耸人听闻的假信息,在微信上广泛流传,一些人还义愤填膺地说,这位黎巴嫩人,之所以仅仅被判两年,因为他撞死的人是华人。 旅居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林苍舟,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他在前不久撰写的一篇,有关微信上虚假信息的文章中,就曾指出,人们在看微信上的信息时,需要具有很强的鉴别能力。 他还指出,一些人热衷于,制造和散发,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是为了赢得更多的眼球。 林苍舟说,我前一段时间,用英文写了一篇,有关海外中文媒体的文章,其中还谈到了微信。 我当时就指出,海外中文媒体中,虚假信息比较多,而微信的虚假信息问题,更严重,需要很强的鉴别真假的能力。 一部分人,之所以喜欢制造和散发假新闻,那是为了吸引眼球。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双向的。 中国政府的信息管控,很严重,但是,它却更致力于删去真实信息,而对虚假新闻或信息,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留着。 塔尔数字新闻中心研究报告指出,正如其他网络信息平台一样,微信,也是虚假政治信息的沃土,而且保守派观点,在微信上更活跃,又易英语媒体报道的信息,更能获得广泛的传播。 此外,与美国华人有关的移民群体中,被政治化的热点话题,也在微信上被大量传播。 报告认为,许多微信账号相互抄袭不实信息,时常将已发布的几则假信息拼凑在一起,继续传播,从而使假信息得以衍生众多副本,导致虚假信息数量在微信上不断膨胀。 报告还指出,微信上,充斥着煽动性和猎奇性新闻,给职业信息核查者纠正错误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不实信息在微信上,是通过私下群组散发的,外界看不到,也很难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在微信上,聊天群在散发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报告对美国微信用户的调查显示,79%用户的新闻来源,是微信聊天群,而71%的用户参加了100人以上的聊天群。 这些聊天群,不受政府规范管理,很容易使得使用者,成为假新闻的受害者。 报告还指出,实际上,所有类似微信的应用软件,例如WhatsApp和KakaoTalk等,都成了分享和讨论新闻的平台。 但因为这些平台缺乏管理,使用户成为不实信息的受害者。 在美国攻读博士的中国学生,古毅表示,在微信上,右翼的内容更受赏识,而且微信的一些右翼信息,比美国的极右网站上的信息还要极端。 此外,很多微信用户实际上,本身积极参与制造和传播不实信息的活动,他们并不是受害者。 古毅说,微信上虚假信息多,但不能把使用者说成是受害者,因为第一,他们既是假信息的享受者,也是制造者和传播者,第二,微信上有关少数民族和移民的负面信息很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华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歧视外族的偏见。 第三,微信中的右翼信息被大量传播,这与一部分华人右翼和他们的右翼日程有关系。 塔尔数字新闻中心的报告认为,解决微信上假信息弥漫的问题并不容易,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关键的第一步。 对新闻工作者、政府部门和社团来说,微信可以成为联系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个人和社群的一个管道。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谢谢收听。 纳瓦罗表示,中国让人无法信任,并警告华尔街不要当中共的打授。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0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助理,执掌美国贸易和工业政策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周五表示,因为中国过去从不遵守和美国的协议,所以即使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很难相信中国会认真执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通电话进行交谈,似乎给外界以为美中贸易纠纷降温的迹象。 不过,特朗普总统助理美国白宫贸易和工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兼任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的纳瓦罗,周五警告说,美国即使和中国在贸易方面达成协议,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够真正执行。 11月9日,美国安全和国际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举办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讨论会,并邀请了纳瓦罗做主要演讲嘉宾。 纳瓦罗表示,美国和许多国家都有贸易纠纷和相关谈判,但和中国谈判即使有结果,也很难保证得到执行。 纳瓦罗说,我们和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达成新的协议,我们很信任他们会遵守协议。 我们正在和日本和欧洲谈判。 我们和世界上我们能信任的国家谈判,但是中国却与众不同。 他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多项承诺,在16年过渡期后,却都没有实行。 他说,2015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时,一位中国高官在华盛顿,向美国做出两项承诺, 一是,南中国海人工岛礁非军事化,二是,不会再对美国企业进行电脑黑客攻击。 结果,两年后,中国在南海岛屿上,武装道牙齿,而由政府支持的,对美国企业的电脑攻击,只停了6个月的时间。 纳瓦罗是经济学家,他曾出版10本书,包括《致命中国》。 该书揭示中国政府,以全面而细致的政策,主导贸易和工业发展,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在周五的研讨会上,纳瓦罗展示了一张图表,列出了一份,由美国多个部门,共同研究得出的《中国产业赶超计划》的七大策略,和50种具体方法,包括不择手段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 纳瓦罗说,中国和苏联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都是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都是受政府控制的。 苏联经济一团糟,中国是如何做到盈利的呢? 答案是,他们进行偷窃。 如果你能把世界各国的技术拿来,而不用花费别的企业,每年要花的20%,30%的研发经费,你就有了成本上的优势。 区别就在这儿。 他表示,全球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公平和公开,当有些国家刻意采取不平等政策,并且还暗中进行各种侵害行动的时候,保护本国的利益,并非是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一种正当的政府行为。 因为经济的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2017年12月,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会议上,特朗普总统就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当被问到,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是否能够为两国贸易纠纷,定下一个大致的妥协方案。 纳瓦罗表示,该问题由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决定,他们会根据美国的利益,做出最佳判断。 在同一场演讲中,美国之音还报道了,纳瓦罗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 特朗普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猛烈抨击华尔街高管,督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行为,称他们是试图向总统特朗普施加压力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纳瓦罗表示,如果有协议,以及当达成协议时,他将依据特朗普总统的条件,而不是华尔街的条件。 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纳瓦罗被认为持鹰派经济观点。 在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中,纳瓦罗一直鼓励特朗普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变,而非仅仅满足于让中国多购买一些美国货。 纳瓦罗将,督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华尔街高管称为,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表示他们所做的只是削弱总统和他的谈判立场,不会有任何好处。 纳瓦罗说,特朗普总统有勇气和智慧,挺身对抗全球主义精英,挺身对抗世界上那些实施不公平贸易、非对等贸易、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的国家。 全世界正把美国当作成全世界的银行。 他接着说,特朗普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做得非常出色,他不需要华尔街的帮助,他不需要高盛的帮助。 随着美中争端升级,多位华尔街高管与美中官员会面,敦促双方达成解决方案。 周三,美国前财长袁高盛集团主席保尔森,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时警告, 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竖起新的经济铁幕,破坏全球化的益处。 特朗普前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在任上,曾反对加征关税。 科恩曾任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现任财政部长,姆努钦,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中贸易纠纷中的温和派, 他也曾担任高盛高管多年。 媒体报道说,纳瓦罗和姆努钦两人,曾在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回合中美谈判中,发生过激烈争吵。 纳瓦罗发表这番讲话之际,外界正期待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本月底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晤。 这次会晤为两国缓和贸易紧张局势,提供了机会。 特朗普最近几天表示,他相信能与习近平达成协议。 中国最高外交主管杨洁篪,周三表示,中美两国官员, 应妥善管控分歧,精心做好准备,确保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目前,白宫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 并警告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对全部中国进口商品加税。 对此,中国对约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作为回应,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激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